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有一个朝代 一半以上姓氏在那时形成 一半以上成语在那时产生 一半以上行业的祖师爷出自那个时代 那时产生了教会我们李毅临时的孔子 著作《道德经》的老子 教我们如何打胜仗的孙子 还有法家的列祖列宗 丸子 荀子和商鸯 这个朝代就是春秋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三百多年的历史 又有多少无以尽数的英雄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故事 让我们在春秋这个百家争鸣的舞台上 重新观看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和感人肺腑的历史人物吧 上次和您说到 公子小白在豹淑雅的帮助之下 当上了国君 当上国君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派了豹淑雅领兵押境 直逼鲁国 逼着鲁国 把公子小白的二哥公子舅弄死 弄死了公子舅 那公子小白 那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派出去的这个使者 名字叫习鹏 是懂几国外语的资深的外交人员 来到了鲁国之后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而且公子舅被当场砍头了 另外两个人 爆书牙说了 要活着带回来 就是赵乎和管仲 但是没想到 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这个意外是什么呢 原来这赵乎说主公已经死了 我怎么可以偷生呢 一头撞死了 鲁庄公一看 这多死了一个 糟糕 别人不是要求这两人 要活着回去吗 没办法 人已经死了 只好把这个外交官 习鹏叫过来 说习鹏啊 不好意思啊 你说两个都活着 这不小心 赵乎自杀了 死多了一个 嘿 便宜他了 不过这不怪你 他要自杀 谁能看得住啊 习鹏倒是表现得很通情达理 因为他打心眼里 就不在乎他的死活 爆书牙出来以前 下的死命令是 要把管仲活着带回去 别人不用管 不过这一点 有人看出来了 鲁国的智囊师伯 对习鹏的反应 有些意外 他很敏锐地发现 这个齐国人 根本不在乎 赵乎死了 那么 齐国人 究竟在乎谁呢 你想想 公子就被砍了 赵乎死了 那剩下的 就是管仲呗 于是师伯 悄悄地溜去 看了看管仲 发现管仲 看上去很轻松哦 完全不像那一种 即将被杀了 去祭祀别人的 一个死囚 这个时候 师伯笑了 齐国人的阴谋 是偏不了咱地 主公 我看管仲的样子 十分从容 好像他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死 实话实说 这个人的才能 远在我之上 恐怕 整个大周朝 也找不出第二个 如果他不死 被齐国用了 那么齐国 必然称霸天下 对咱们鲁国 是大大的不利 依我看 我们去为他 向齐侯求情 如果他活下来 必然感谢我们 为我们所用 那时候 称霸天下 就是我们了 这是上策 师伯对管仲 早已经很敬佩了 果然是英雄 实英雄啊 这 小白最恨的 就是管仲了 如果我们把管仲 留下来 那齐国一定打咱们 鲁庄公很犹豫 其实啊 最根本 也是最大的原因 是鲁庄公 根本不认为 管仲有师伯 所说的那么强 他始终记着 管仲谎报 射死了 公子小白的事 还记着 前十大战的时候 管仲可是第一个 扭头逃跑的 师伯又说了 如果主公 觉得留下他不妥 那索性杀了他 不留给齐国人 这是中策 师伯看出来了 其实鲁庄公 对管仲 没什么好印象 好 杀 鲁庄公 选择了中策 习鹏 这个来自于齐国的外交官 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在得知师伯 去见鲁庄公之后 他就很紧张 觉得有事要发生了 果然 他发现鲁庄公 要杀管仲 于是急忙来求见 鲁庄公 管仲是逆贼 曾经建设 我国国军 险些致命 我国国军 在我来鲁国之前 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咛 一定要把管仲带回去 由他亲手杀掉 否则 他宁可不要公子舅的脑袋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习鹏对鲁庄公说这一番话 是软中带硬 哦 连公子舅的脑袋都不要了 这前台词 那就是再次开战呢 鲁庄公想了想 他原本就怀疑管仲是徒有虚名的 既然如此 算了算了 做个顺水人情 不如不杀他算了 于是鲁庄公下令 不要杀管仲 立刻装上囚车 送往齐国 为什么这么急啊 因为他不想齐国大军 总是在齐鲁边境上待着 那感觉十分不爽 而习鹏呢 决定留下来 他干什么呢 陪鲁庄公聊天 为什么呢 是为了防止师伯 再次来劝鲁庄公 追杀管仲 他牢牢记住爆书牙的话 如果管仲有什么不测 他也没有机会 活着回齐国了 事实证明 这个外交官果然得力 他的决定非常正确 终于上路了 尽管坐在囚车里 不是很舒服 但管仲的心情 还是好了许多的 出发之前 从看管他的士兵的议论当中 他已经察觉到 自己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也知道 鲁国的智囊师伯 是个很智慧的人 一定会想尽办法 阻止自己活着回到齐国 只要没有踏上齐国的领土 杀头的危险随时存在 押送囚车的士兵们 似乎没有什么积极性 别人急他们不急 管仲知道 必须让他们加快速度才行 对于逃命专家管跑跑来说 只要是逃跑 他总会有办法的 弟兄们 你们知道那个齐国姑娘的故事吗 管仲开始说话了 说到姑娘 这士兵们都很感兴趣 于是段子就开始了 管仲会很多的段子 于是沉默的路上开始出现了笑声 大家赶路就觉得不那么闷了 轻松起来 这赶路的速度也就上来了 可是这荤段子虽然好 但终究会有讲完的时候 再说啊 管仲的嘴皮子已经说得发干了 都是自己在说 嗓子也受不了啊 怎么办呢 别急 逃命专家还有办法 管仲的办法是 让大家的嘴皮子都一起动起来 大家一块说 用现代的话来说 这管仲就是一个词作家 也是一个曲作家 如果放到现在 他在歌曲创作方面的地位 大概属于李中盛级别的 管仲现场编了一首歌 歌名就叫黄狐 这个狐呢 就是燕雀安置鸿鸿之至的那个狐 告字边 加个鸟的那个狐 歌词是这样的 黄狐黄狐 天生如一溪能飞 天生如足溪能竹 遭此网罗兮谁与数 一朝破凡而出兮 五不知其声渠而见路 皆彼各人兮 图旁观而执着 歌词相对来说比较古老 收听的各位同学们就不必记 不必背了 具体解释也免了 不过中兴思想倒是可以和您交代一下 就是管仲把自己笔作被关在牢笼里的黄狐 空有一身本事却不能发挥 不知破龙而出时是一飞冲天呢 还是斗志全无 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这首歌曲当你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时候 或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可以演唱 但是不适用于炒古没炒好时候的情况 您留意了 歌曲本身取掉慷慨悲凉 兼获高亢 兼获低沉 是朗朗上口 当然是对古人 不是对我们的 没过多久 这押送的士兵全都学会了 一块唱起来 感觉很动听 于是一路上唱着 赶车赶得更带劲了 得 这样一下来 一天赶的路 半天走完 到了天擦黑的时候 管仲的囚车 已经进了齐国的地界 管仲终于可以深深的松一口气了 而与此同时 三圣鲁国的战车 在鲁国的边界停了下来 果然 他们是奉命来追杀管仲的 可惜啊 就偏偏慢了一步 习鹏与鲁庄公的聊天 成功的拖延了 师伯劝说鲁庄公追杀管仲的时间 鲁庄公虽然最后 还是接受了师伯的强烈建议 但是一切都晚了一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 这鲁庄公是没能力去阻止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一步 又帅一步 想不点明 不用哭 点点教会你走路 走一步 又帅一步 终于有一个人陪我走着天的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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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步 就是爱一步 不尽量的岁月中 我们在那边走 想对对老孤独 可爱的 可信的 感性的 相信的 想念了 爱上了 一个人 不再孤单 要静静的 我都别放手 可爱的 可信的 感性的 相信的 想念了 爱上了 每个人会有迷惑和孤独的时候 当你觉得累 在你身边会有谁 你和你永远爱上谁 要静静的 我就别放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